我想其實每個創作人都會 你對那件事你沒有經歷過 你沒有感受 沒有東西能打擊你的話 你不會有興趣去做一個藝術的創作 出發的時候是愛情的 有一個時間線的話 有一個舊關係 跟一個新關係 一個夥伴都變回單位 再找另一個夥伴 你會有經過跟別人相處 獨處、跟別人相處、跟別人獨處 你回到那些獨處的時候 我就是拔了那些時刻出來 我就想將那一個獨處中得到的感受 如何可以在舞蹈上表現出來 一個人正常的體溫是攝氏37度 所以一個人就會等於攝氏37度 等於正常 1加1等於37加37 即是不正常 人又真的不是方法 但其實那件事 似乎變回正常 但你作為一個人 你經過過 我自己得不回正常 那個獨處就是 你怎樣去處理不正常的正常 你的人的狀態 其實已經不適應到所謂的正常 所以你要去處理不正常的正常 所以你要去處理不正常的正常 所以你要去處理不正常 如果繼續做這個主題 那個獨處其實不僅僅只有一個獨處 你沒有對比 你沒有得知道自己獨處 我就想多一個身體 在台上 我在台上的這四個人 什麼時候是獨處 什麼時候是和別人相處 那是一個感受的呈現 獨處當中得到的感受的呈現 他就不是一個獨處的人 那是感受 感受你要用多少個身體來表現 未必是一個身體呈現出來 所以要多一個身體呈現出來 所以這次是一個群舞 因為我也有個問題 動作是否一些符號 因為語言都是符號 那動作是否一些符號 有些部分你會看到 一些日常生活的動作 那些別人不覺得是跳舞的動作 那為甚麼 那件事在台上 你就說是舞蹈 或是藝術 可能特定舞中有的 你做某一動作就代表某些東西 但扮演可能真的 或是現代也不能這樣 那你就跳什麼都可以 你把感情放進去 例如在我們的舞 那為甚麼那些動作是這樣出來 都因為某些有原因 就不會說我純粹想漂亮 你看我的轉有多厲害 腳有多高 那些 就不是我為了要有一個解釋 這個動作怎樣解釋 你不可能解釋 如果你要解釋 可能全部都是A-Endure 你不會找到一個 非常有意義的 但它們合起來 你會感覺到一些東西 可否可以 可以 於是 您 你 那 你 中文字幕——YK